在故事时代背景中,主角军事神仙,这样的造型思路,在预告和杀青物料放出之后,得到一致好评,而在最新的贺元旦版片段中,众位神仙们下凡接了会地气,画面里,接到灯火明亮,映照着众演员的脸蛋暖黄色调,刚巧,剧里拍到了这种灯会,与元旦的气氛相吻合。 肖战与仁敏在剧里一同逛会,片段中,仁敏展现了浅色系的浮华,相较于红色系的少女艳丽,这次的灰色衣裙显得人肃静,走在师傅前面偷偷笑的模样,很是娇憨,配角王楚然是古言圈公认的大美女,其他人还在接傻白甜角色,她就能在清平月里,演刁蛮跋扈的贵妃了。 这次的怼脸镜头放出来,无论是肤质还是明艳的五官,都还在水平线之上,与她有对手系的王子齐,在遇刺小五座时,就是正气王爷的形象,与王楚然站在一起,同样是没有书。 配合着治愈的背景古典纯音乐,众演员时隔数月跟大家见面,都是巨男靓女,在正片中的状态都挺好的。 当然了,要是问预告里谁最让人眼前一亮,那还得是男主肖战,当镜头拉远的时候,才清楚明白他与路人的区别。 肖战在剧中饰演的时影被称为古言男主天花板,明明知道女主会是他的劫难,还想着去救赎他。 新物料中,两人应该已是师徒的关系,在画面里,欢托的徒弟探着脖子看心其玩意,稳重的师傅在身后温柔跟着。 肖战暖心师傅的形象算是立住了,当镜头拉远的时候,全景放大,群众演员从肖战身边穿流而过,他独自一人站在人群里,身姿挺拔尤为耀眼,官方身高183,比例传闻是九头身的他,果然与路人一对比,就看出了区别。 那么,就一起期待年轻演员将会给大家带来的御古谣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